大家好,今天是温哥华时间3月27日,欢迎收看第二期港湾播报,我是Cherry 三位重要人物接连感染显示英国疫情已经危急 英国首相府唐英杰10号宣布,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确认感染了新冠肺炎,有轻微症状 随后,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在推特账户中宣布自己新冠测试呈阳性 他透露自己只有轻微症状,正在进行自我隔离 本周,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也被确认感染 查尔斯王子的妻子72岁的卡米拉也接受了测试,并未感染 他们目前正在苏格兰巴尔莫拉城报分别隔离 据信,查尔斯王子的最后一次公开活动是3月12日 同一天曾和母亲英国女王简短会面 下月,将满94岁的英国女王已经在上周前往了温莎城报 出于安全的考虑,闭门隔离 白金汉宫的一名发言人表示,女王的健康目前依旧良好 考虑到女王今年93岁,丈夫98岁 已有妥善周到的安排,避免他们感染 英国首相约翰逊一直每天主持新冠病毒的疫情发布会 现在他将开始自我隔离,但仍将主持英国政府的抗疫行动 约翰逊前不久宣布未婚妻已经怀孕 现在尚不知道他的情况以及安排 他在推特上表示,我现在自我隔离 但是仍将通过视频连线继续领导政府的抗疫工作 团结一新,我们必胜 他还加上了Stay Home, Save Lives的标签 似乎在呼吁民众遵守禁足令,避免不必要的外出 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刚刚也宣布 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 汉考克在推特发文表示 根据建议他早前接受病毒检测 但检测结果显示他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 他表示,自己会继续在家办公并且自我隔离 汉考克与约翰逊同样在文末加上了Stay Home, Save Lives的标签 呼吁英国民众都留在家中,避免外出染疫 可能有民众对英国首相确诊消息感到震撼及无所适从 担心首相确诊后国家群龙无首 本周初,首相发言人曾经证实 一旦首相约翰逊健康出现状况 外交事务大臣蓝套文将临时主持首相工作 此外,英格兰首席医疗官Chris在推特发布 脱昨晚出现了新冠症状 现在进行自我隔离7天 但依然向政府提供医疗顾问工作 他没有说明是否测试及结果 这意味着英国首相卫生大臣、首席医疗官 英国三个主力抗疫领导官员都证实 确诊或出现新冠病毒病症 英国首相约翰逊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消息出来后 首相顾问匆匆离开的身影在社交媒体上被疯传 据英国卫报当地时间27日报道 当天约翰逊宣布自己测试结果呈阳性 与此同时,首相顾问多米尼克·卡明斯·泡利·唐宁街10号的一幕 被媒体拍了下来 不过现在还不清楚它是否是因为报李斯的阳性而匆匆离开 到目前为止 英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14579例 单日新增2921例 预估实际的感染人数应该远远超出这一数字 牛津大学研究人员的模型显示 新型冠状病毒可能已感染英国半数人口远超科学家先前的估计 领导这项研究的理论流行病学教授古普塔表示 如果这个结果得到证实就意味着新冠病毒感染者中 只有不到千分之一的人病情严重到需要医院治疗 绝大多数感染者的症状都非常轻微或根本没有 古普塔表示 我们需要立即开始大规模的血清调查及抗体测试 以评估我们目前在这场流行病中所处的阶段 模型预测结果显示 在缺乏干预措施的情况下 两国的疫情从发生到结束会持续大约两到三个月 而在第一宗死亡病例报告之前 两国的疫情已经持续了至少一个月的时间 截止3月19日 英国可能已有36%到68%的民众感染新冠病毒 而意大利到3月6日可能有60%到80%的民众感染 同样在今天 特鲁多和他全家的17个人终于脱离了隔离14天的期限 他和孩子们都没有感染 特鲁多的夫人苏菲在3月12日检测确诊感染病毒 如今也已经完全痊愈 尽管如此 特鲁多还是表示 他会乐意地继续留在家中办公 并呼吁国民也尽量地在家办公 此前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太太苏菲 从英国伦敦参加一个活动回来 而后开始出现了一些轻微的感冒症状 包括低烧 苏菲立即进行了新冠病毒测试 结果呈阳性 特鲁多没有出现症状 健康状态良好 不过作为预防措施 特鲁多总理将继续进行隔离14天 根据医生的建立 特鲁多无需进行新冠病毒检测 不少人这段时间都为加拿大这总理捏了一把汗 中年人的崩溃是无声无息的 老婆感染 自己隔离 带三个娃还要工作 开个直播还要一遍英语一遍法语 前两天 特鲁多因为要给小儿子洗澡 汇报工作 无奈迟到了几分钟 他的幕僚还透露 跟特鲁多通电话时 能听到孩子们咚咚咚的跑来跑去 大吼大叫 爸爸快来陪我玩嘛 而特鲁多则压低声音对孩子说 爸爸正在打一个重要的电话 现在不行 用特鲁多自己的话说 他每天都在连轴工作 苏菲痊愈了 隔离也解除了 虽然还要继续在家办公 但现在至少能一家团聚 特鲁多应该多少也能轻松一些了吧 北市省首席卫生官亨利宣布 今日共67人确诊 目前省内共有792例 并新增两起死亡案例 不过亨利今天一早在发布会特别强调 由于呼吁民众保持社交距离和旅行限制 两项做法奏效 目前省内的增长曲线已经在变频 对新冠疫情的发展表示乐观 目前省内确诊分布 温哥华沿海卫生区391人 菲莎卫生区262人 温哥华岛卫生区57人 内陆卫生区70人 北部卫生区12人 迄今有73人住院275名确诊患者已经康复 无需在家自我隔离 只不过养老中心依旧持续传出坏消息 亨利证实又有两家养老中心工作人员确诊 其中一家是宿里的 Element Village老年护理中心的员工 另一名是Lenly的Chadwell Independent的社区健康工作人员 目前两人均在家自我隔离 截至目前为止 卑诗省已经有11家养老院沦陷 亨利表示 目前正在密切追踪卑诗省的疫情曲线 强调过去几天的上升幅度不如其他国家那么严峻 目前卑诗省日增长率已游先前的24% 下降至12% 但仍需要特别注意社区传播病例还在稳定增加中 呼吁省内民众务必遵守社交距离 才能让该曲线继续走平 此外 卑诗省今日也发布新禁令 要求省内所有农夫市场只能销售食物 不能卖其他产品 以降低疫情传播的可能性 加拿大皇家奇景也在今天证实 内部有6名员工新冠测验呈阳性 其中卑诗省有一人 另外阿省与安省也有员工遭受感染 相关人员已进行自我隔离 但为了确保这些员工的隐私 不会公开这些人的资料 为了避免疫情的传播 目前皇家奇景部分部门已经停止了前台服务 以确保员工和民众的健康与安全 不过皇家奇景强调服务依旧不间断 每天24小时都会提供电话服务 讲到警方就不能不提到 近来网络上有帖子谣传 有温哥华居民因为没有遵守2米的社交距离 被罚款1000元 上周温哥华市议会通过 是否有权在新冠大流行期间 对无视社会疏离要求的商家 将处以最高5万元的罚款 个人处以最高1000元的罚款 于是借我网络谣言说 有民众因为开车外出与车上的乘客 没有保持距离而被罚款 这是真的吗 温哥华市政府官员Johnston表示 目前市府方面还未针对 未遵守社交距离者开出任何罚单 温哥华警察局随后证实 尚未对此开出罚单 不过媒体联络官指出 警方不排除在未来彻底执行这项禁令 对不遵守社交距离者开罚 只能说疫情当下 大家还是好好的遵守规定 别让第一线的警察人员 因为民众的不守规矩 多了更多勤务 眼见近来各国纷纷发起 对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发起鼓掌的运动 温哥华居民也选在每晚7点 到阳台或院子上鼓掌欢呼 向疫情期间奋战一线的 医护人员问致谢 现在就连本纳比的皇家骑警 也加入这个行列 近来本纳比皇家骑警 每晚7点都会派出警车 在路上行驶 冥想警笛 带头向医生护士 与其他第一线的医护人员致谢 有的警察甚至会提早倒班 为的就是参加这项活动 随后包括消防车与救护车 也纷纷加入致敬的行列 本纳比骑警发言人Mike表示 这就像我们张开虚拟的拥抱 告诉医护人员 我们相信你 我们在这里支持你 和前线人员站在一起 共同渡过难关 不仅温哥华 其他地区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包括西班牙 法国 荷兰 希腊与英国 都已发起了这项运动 目的是为了 给予在第一线的医生 护士 药剂师 与任何在第一线奋斗的人 最诚挚的感谢 尤其最新在本周四 发起这项活动的英国 民众更是在晚上8点 一起走到阳台 谢谢国民保健系统人员 掌声长达数分钟 就连英国皇室 也响应这项活动 威廉王子 在肯兴顿公IG上 张贴影片 他的三名子女 也纷纷排排站鼓掌 感谢所有不眠不休 照顾新冠患者的医护人员 就连刚刚确诊的 英国首相约翰逊 也上传自己 与财政大臣苏纳克 在唐宁街10号门口 一起鼓掌的影片 他希望代表整个国家 感谢正在抗疫的医护人员 及其他NHS员工 同时呼吁民众 继续待在家中 支持医护人员的工作 不管身在何处 疫情之下 每个人都要加油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 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 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